我国的南海,拥有着广泛的海域,还有大量的岛礁,而且自然资源丰富,因此,成为了各国争相亏策的目标。 越南、菲律宾等国还是不时的找势,美国更是可恶,不仅在南海上空派出侦察机,还利用无人的水下侦测器,对我国的海域进行探测。 不过,随着我国海军的不断强大,这种场景,再也不会出现了。 但是,最近美国又开始加快水下无人系统的研究,对于我国的核潜艇而言,将是一个极大的威胁。 在去年的12月份,美国又对我国的海域进行侦测,不过这次,却被我国的海军逮个挣着,美国的水下的无人侦察器,被中国海军捡到,这个无人机是美国的以后海洋科学侦察船的。 很显然,他们这次的目的,是为了勘探我国的海洋资源的,并对中国在该海域的核潜艇活动,进行相关情报搜集。 不得不说,美国为了探测他国的情况,还真是舍得花钱。 早在1999年,美国的海军就研制出来,了类似的无人机,用来侦测情报。 而且,现在美国还在研发新的无人潜航器,在一份五角大楼,透露出来的合同书中,更是揭开了美国无人潜航器的另一面。 美国更是准备了高达8个亿的购买计划,用于无人潜航器的购买。 根据美国上面的解释,美军加大对无人潜航器的研究,由于俄罗斯在前段时间,公布了其无人的核动力的潜航器,这种设备,可以大大提高其打击能力。 也因此,让美国感到了恐慌。 但是,很显然这并不是美军的真实目的,毕竟,美国发展无人潜航器,并不仅仅地为着俄罗斯,更多的目的,是为了作制我国。 毕竟,我国的海域辽阔,很难做到彻底地防止其入侵。 而且,通过研发这项技术,对于美国的技术也会有很大的提高,将会大大提高其优势,这样一来,也会是一个极大的威胁。 毕竟,这玩意具有了各种出防的能力,而且携带武器的话,可是一个极大的威胁。 对于我国来说,必须要不断地提高警惕,毕竟,现在美国的潜航器仅仅只是具有侦查的功能,但是,很难确保他们会不会将其进行武装。 这样一来,那威胁就大多了,毕竟,这玩意比较小而且难以侦查,但是如果其一旦有这个能力,势必会对我国产生极大的影响,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,增强实力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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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